綠色的激光不殺傷力最強? 大耳室睡覺會相宜? 罐頭一定有防腐劑? 一齊來考證將是非看清楚 你們兩個這麼專心在這裡看書? 當然,看新聞和科學的書 找多點謬誤,做科學驗證 對,我多看健康和身體的書 才可以找多點資料做健康解讀 對,媽媽,你又怎樣? 不是吧,兩手空空 我不會像有些人一樣 什麼都不做 什麼沒有準備? 我已經用自己做一個 是非解碼的測試 有這種事? 我在測試你 你是不是大小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應該是我做才對 不好,這個任務那麼重要 我做大的,讓我來吧 放心… 這刀是非,你兩個搶它 其他是非,我包 好緊張嗎? 有錯 這支筆幫助大家讀書寫字求知識 這支筆幫助大家寫書信全程達意 不過這支筆竟然可以傷害人於模型 高度戒備,小心 小心啊 阿倫,這次的任務非常精彩 如果你想走的話,還來得及 我不怕 見到你都遇到沒事了 放馬桂 不要說這種事 但根據這次的情報顯示 裡面的實驗室有一支綠色的激光筆 不僅可以射爆氣球 還可以點著火柴 你說不太厲害? 這麼厲害? 好,立刻進行地占星搜索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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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激光筆 多數是公司開會或學校教書 但在今年選擇上有綠色激光筆出現 聽說破壞力驚人,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喂,教授在那邊 好,立刻過去包圍它 Go! 鄭教授,麻煩你交出那支綠色激光筆 我不可以給你們 鄭堅成教授,為求真相不惜以身試筆 解構激光筆的潛在危機 蛤?不給? 我只是想來做個測試 看這支綠色激光筆有多厲害 雖然我不給你們 但我可以幫你們一起做實驗 那麼多好些,那麼辛苦你了 好,立刻 學是學非,榮辯是非 第一個實驗 看看哪種顏色激光筆可以最快點著火柴 好,鄭教授,你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馬上用紅色激光筆試試點著火柴 好 現在用紅色激光筆看看可不可以點著這支火柴 咦,放了一段時間 咦,他有煙了 咦,原來不是假象 原來不是假象 我摩托君,我什麼都看不到 你的眼鏡很黑 教授,不如這樣 你快點拿你的綠色激光筆出來 我已經沒耐性了 好 綠色激光筆 現在教授終於肯拿一支綠色激光筆出來 我還沒說,已經點著火柴 跟傳聞一樣 是一點點著 我們再慢鏡看多一次 可以看到激光筆一對準的火柴就點著了 好,厲害 既然綠色激光筆可以點著火柴 那就試試會不會射穿氣球 好,首先就試試這個紅色激光筆 看看可不可以射爆這個氣球 鄭教授 謝謝 不過剛才試過火柴之後 其實我對她沒什麼信心 那你戴耳筒這麼害怕 我自己很保護 是嗎? 我不想拿到我的青春,鄭教授 不如拿回你的綠色激光筆出來 謝謝 我們慢鏡再看一次 激光筆一開,氣球極速爆開 鄭教授說 為何剛才那支綠色激光筆會有這麼大殺傷力 我知道,是否跟顏色有關呢 剛才看上來這支綠色激光筆 它的殺傷力比較強 但其實跟它的顏色是沒有關係的 主要是因為這支綠色激光筆 它的功率比較強 紅色這支激光筆 它的功率比較弱 那什麼叫功率呢? 其實功率就像你家裡的電燈的火數一樣 100火的電燈膽當然會比15火的電燈膽比較強 所以激光筆的殺傷力跟它的顏色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安全級別分多少種? 那這一支綠色激光筆又是多少? 一般來說,激光是可以分成四級 是根據它的輸出功率 一級是最弱的 第四級是最強的 剛才試過這個紅色的激光筆 它是屬於3A級 綠色的這支激光筆 它是屬於3B級 它的功率是比這個紅色的激光筆大10倍 我手上也有一支是紅色的激光筆 它是屬於3B級的 它的功率也跟我們剛才試的這支綠色激光筆差不多 所以它也可以達到綠色激光筆所達到的效果 那既然這麼危險,我們有什麼安全措施可以做? 我覺得也需要用一些眼鏡,一些眼鏡 戴了之後就可以減弱激光的強度 因為如果這些激光是直接射入你的眼睛的時候 是會傷害到你的眼睛 在過去三年,民航署收到47宗激光照射到飛機的報告 嚴重危害航空安全 究竟一般市民擁有激光筆是否合法呢? 一般來說,香港沒有一些法例針對激光筆去立法 但是我們很常見,我們有一些較弱的激光筆 可能用在一些教學用途 或者我們開會用來做指示的用途 但是如果我們在公眾地方拿著激光筆 到處射人的時候,傷到人的話 這件事就可能犯了傷人罪 最高嚴罰就是三年監禁 而我們拿著激光筆到處射人家 滋擾人家的話 可能犯了在公眾地方擾練秩序的行為 最高嚴罰就是一年監禁 激光筆存在危險性 萬一處理不當 整雙人又會弄傷自己 後果筆撤上 大家別亂玩啊 不小心啊,寶貝 咦,你喝涼茶啊 對呀,整瓶拿去 哎呀,不是搞的 雖然天氣炎熱而已 但也不想喝這麼大瓶涼茶吧 你以為我想的? 昨晚又不夠睡,個人又熱氣 搞到今早擦牙,牙肉都出血了 再不喝涼茶,怎麼下火啊 什麼擦牙的時候牙肉出血 一定是跟不夠佛同熱氣有關的嗎? 很多人都這麼說的 人家說而已 放下一瓶涼茶問醫生好過啦 喂,不要浪費啊 梁世問醫生 最厲害是牙刷刷 啊,不是 最厲害是刷牙和牙齒護理 很多人以為牙肉方面流血的話 就是不夠睡,或者吃了熱氣的東西 其實你的牙肉本身是沒有牙肉發炎 或者沒有牙周病的話 它是不會流牙血的 如果當你發覺有流血的情況出現的話 你就一定是有牙肉發炎 或者是有牙周病 那有些人如果他有牙周病的話 當他刷牙稍為大力一點的時候 就會出血的現象 但是不刷得大力一點 我怕刷得不夠乾淨的 哦,其實刷牙要刷得乾淨 不一定需要大力的 最主要就是那個方法 對,刷得太大力的話 其實會有些不好的效果 可能會令到你的牙肉更容易收縮 或者刷失了你的牙齒 如果你有牙周病的話 你刷得太大力的話 會令到牙肉更加容易流血 用力刷當然是對牙不好 最重要就是刷得多刷得密 一天刷它十次八次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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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像我的牙一樣 這麼白,這麼健康 其實也不需要每天刷十次八次這麼多 其實足夠的次數已經足夠了 最低限度每天都要早晚刷 刷得乾淨的話就足夠 還有牙線就更加健康 最重要的是牙齒方面 是沒有蛀牙、沒有牙周病 這樣就為了健康 牙齒白不白就像皮膚一樣 有些人天生是白一點 有些人天生黃一點 黃的牙齒不是代表一定健康 白的牙齒也不是代表一定健康的 聽到沒有? 等你就是伊希棒牙 牙齒白未必代表健康 喜歡笑有罪嗎? 笑是可以 不過如果牙齒健康的話 小一利更加有自信 所以梁醫生 你們要教我們正確的刷牙方法 先刷上面再刷下面 這樣刷的時候 牙刷就要45度 要向著牙肉和牙肉邊 打細圈地刷 每兩隻牙兩隻牙 這樣刷 刷5至10下 然後再向前一路刷過來 都是要維持著牙刷 要45度向著牙肉和牙齒之間 一路由左至右 一路刷到最拉尾之後 然後我們就刷牙齒內側 牙齒內側也是這樣 牙刷毛也有45度 斜斜地 向著牙肉和牙齒之間的地方刷 一路由下方 一路刷到前方 一路刷到前方 跟著牙齒的門牙斜 然後再刷到這一邊 但最重要是 要記住 牙齒最拉尾 牙齒的嘴咀面 都要刷完 刷完上屋之後 再刷下面 下面的刷法 跟上面一樣 都是由拉尾 刷到後面 然後再刷內側 不過要留意 下面門牙的內側 就要把牙刷 就要垂直一點 垂直一點 才可以把牙齒裡面的髒東西 刷走 然後再刷到這邊 再刷牙齒的嘴咀面 這樣就刷了 刷牙的方法 不重要 但牙膏選擇 都不能忽視 那倒是 千萬不要選一些 底部的顏色條 是黑色的 網上的人說 是純化學成份的牙膏 我也有看 最好是綠色 純天然成份 其實這是一個謬誤 其實牙膏尾部的顏色 不是代表它有什麼成份 只不過是牙膏在生產的時間 在生產線裡面 這個標誌 就是給生產線裡面的電眼 就知道牙膏已經裝滿了牙膏 然後封了尾部 它的顏色是沒什麼意思的 不是代表它裡面有什麼成份 哦 原來只是謬誤 我還以為是真的 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小時候已經要保持牙齒健康 保持得好的話 露了一些牙都可以整整齊齊在這裡 不過你一定欠不了 為什麼? 你之前又說請我吃鮑魚、燕窩 全部都沒有兌燕 說謊脫大嗎? 你脫下脫下應該沒有了 沒有 還在這裡 喂呀 還要走多久 嘩 很近而已 多走兩條街就是了 你怎麼走進車來拍車 你走到車那麼遠 喂 現在我惡想嗎? 香港底下的條街都是車 這個時間了 我找到各位隔兩條街 你已經很幸運了 我是想說 那我早到了 你打電話給我 那就不用拍那麼遠了 關什麼事啊 什麼不關事 我可以一早站在咪B位前面 巴士的位置等你 可以嗎? 究竟你懂不懂駕駛的? 我看人們都是這樣的 學士學非、明電是非 稍後就告訴你 究竟人幫車版咪B位 有沒有犯法